即将进入九月 进入秋天的季节 未来天气状况会如何转变 气象署也举行秋季天气展望会 预估下一季的天气 以目前观察 今年秋季有反射音现象发展的趋势 气温为正常到偏暖 雨量则以正常到偏多的几率比较大 另外也不排除 还会有秋台清洗台湾 我们认为正常的几率是最高了 那其次第二高的就是略为偏少 因为有部分的预报指引 资料显示我们有机会 也有偏少的这种可能 气象署分析 由于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 台风的活跃期 因此预估还是会有台风生成 数量则为正常偏少的趋势 估计未来要是有秋台生成 会影响台湾的话 就要特别留意东北季风 产生的共伴效应 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雨势 此外气象署也提醒 中南部在10月后会进入枯水期 未来也得特别留意节约用水的问题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